大家好,我现在在甘肃兰州,身后就是兰州的4A级旅游景区五泉山公园 这个视频带大家到里面,好好转转,跟我走吧 这是五泉山公园的大门口,平均海拔在1600多米 因为公园内有甘露、居越、摸子、蒙,还有护卫五大山泉而得名 所以称之为五泉山 进来了,首先看到五泉山的一幅巨大的壁画 看,我是从这道门进来的 除了有五大泉,还有很多的宫殿以及动物园 这边是导览图 看一下 这就是五泉山公园的全景导览图 看一下箭头,下北上南 从北门进来之后,首先看到蝴蝶亭 还有九曲桥,两个湖 旁边还有动物园,这是大雄宝殿 各种各样的宫殿 五大泉的位置沿着战道,依次可以到达蒙泉 经战道再到摸子泉 这边还有菊月泉、甘露泉以及慧泉 最后再到达沃桥 按照这个顺序,带大家顺时针的转一圈 广场上首先看到一尊巨大的人物 雕像,这是霍去病 霍去病骑满 过去之后就是大雄宝殿 这就是大门口,有两尊巨大的石狮子 高度超过了三米 蓝色的牌坊写着乐道名山 大门的宽至少是十米 我就从左边的这个口进去 左边是出口,是从这进的 这是入口 哇,这个大门太气派了 看这个图案 进来了 首先又看到了孔子的雕像 看这两边是对称结构的阁楼 孔子问道 从孔子的雕像过去之后啊 是有一块像甲山一样的石碑 写着是青云 后面是一个亭子 从亭子旁边绕过去 进入到下一座大殿 台阶上来之后 就是郡园寺的大门口 这个字念迅还是郡啊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门口依然是红色的大门 有三道 我从中间这道过来 就在门口这边看看吧 这是四合院 有参天古树 树都被织起来了 织繁叶茂的 然后后面是大殿 这边是中古楼 对称的 在寺庙的旁边是一片荷花堂 发现荷花开了 白色的 花仙是黄色的 这是九曲桥 从桥上走过 发现山间 还有很多的建筑 这边 还有上山的索道 这就是 兰山索道 等撞完了所有的景点之后啊 再坐索道上山 这是九曲桥的中心 从荷花堂穿过来之后 对面就是五泉山的东长廊 准备从长廊里面走 砖墙是灰色的 长廊是红色的柱子 顶盖刷的是绿漆 从这段路开始啊 就是双层的一个长廊 这下面还有一层 在长廊的旁边 就是 第一拳猛犬 亭子的旁边是拳眼 走过去看一下 穿过亭子眼前 看到的第一口拳 就是猛犬 水流湍结 非常的清澈 我现在准备沿着长廊 去下一次拳眼 来到了一个分叉的路口啊 千佛阁和卫生间 在这个方向 上面继续是东长廊 这儿可以上厕所 上面就是千佛阁 千佛阁接近山顶 一会儿转完了所有的拳之后 再去山顶 沿着下面的这条 站道走 在站道的旁边 有一条小路 沿着台阶上去啊 就是摩子泉 是两层的一座大殿 我现在进入到摩子泉的里面 这是红色的门 原来是一个山洞啊 这边都是中古主石 灯很亮 在最下面就是泉眼 大家看 这个水特别的清澈呀 摩子泉 摩子泉 当然是要用手摸一摸 大家看 哇 这泉水特别的清凉啊 这个泉目测一下 深度差不多有 将近一米左右 现在 体验完了摩子泉之后 从洞口出去 紧挨着的就是 居越泉 从洞口出来 紧挨着摩子泉 在我的右手边啊 就是居越泉 这是一个花形的拱门 登上十几级台阶 穿过拱门之后 可以看到地面铺的是鹅卵石 中间有一块黑色的石头 对面有字 明月初天山 看山上都是巨大的宫殿 在我左手边啊 这边写的是地藏寺 就在摩子泉的上面 然后紧挨着的 大家看一下 这口圆形的 跟井式的这个泉眼 就是居越泉 对面的圆形杯身上有字 为什么把这口泉叫居越泉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啊 是镂空的 也就是每当中秋佳节 这个月亮的投影 打到这口泉上 特别的明亮 就像一个圆盘一样 所以啊 就把这里叫做居越泉 置于墙对面 这个屏风 屏风一样的这块石头啊 好像是一首诗 这是什么题啊 大家看一看吧 接下来呢 在登上上面的这个 这座寺庙啊 带大家看一下 沿着台阶上来 这是地藏寺的大门口 门口两尊石狮子 挂着铃铛 就在门口看一下 不进去了 里面啊 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 这个布局建筑 看到了手指的铜像 非常的雄伟壮观 那边是东城郎的尽头 准备从这座地藏寺 往上爬 这边还有一条站道 上面是千佛大殿 从这看一下大门 是纯木结构的 有点像三出雀 上面有狮子 龙纹 还有乌脊兽 最边上的这个龙头啊 是金色的 这种木材啊 很像是黄花梨的颜色 这边是进口 原来这是沃佛寺 沃佛寺的上面啊 是千佛阁 穿过圆形拱门 就是通往千佛阁的路 沿着台阶上来 这是沃佛寺的 另一侧的大门口 这是千佛阁的 第一道门 上面是第二道门 这个大殿 确实有年代感 看 上面的木头啊 都已经快疯化了 上来之后 发现千佛阁 这道小门 是入口锁门的 所以只能继续 往上爬 上面 还有一个光景平台 到上面啊 给大家拍一下 这段路 台阶特别陡 爬的时候 要慢点 观景平台上来了 大家快看 我现在仅仅是 到达了蓝山的 半山腰而已 这座大殿啊 就是千佛阁 下面是沃佛寺 这边是 蓝山的索道 上去也是40块钱 下来是30块钱 还挺陡的 这边依次是 地藏殿 地藏殿下面是 摸子拳 然后这块黑色的石头 是刚才给大家拍过的 居越泉 前面是游乐场 在茂密的森林中 从这儿啊 可以看到 蓝州的市区建设 这几多大楼 特别的突出啊 五颜六色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啊 就是北门 五泉山的北门 从这儿一路上来的 看这周围 各式各样的大殿 很多呀 都没有开放 这条路啊 绿树环抱的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 金昌南路 直达蓝州的市中心 发现蓝州市中心的 这个高楼啊 特别突出 尤其是对面的 这座山啊 就是白塔山 昨天已经带大家 登上去了 接下来啊 将转 还有两座拳 分别是甘露拳和慧拳 以及蓝州动物园 从这座大殿穿过去 这还有一座大殿 原来这座大殿啊 叫三教洞 里面有洞的 只不过现在没有开啊 三教指的就是 孔子 世家 还有老子 三种教派 沿着旁边的这个栈道啊 下水之后 就可以到甘露泉了 按照箭头的提示 前面就是 文昌宫 还有五侯词 这就是文昌宫 牌匾上写着 文位金城 进去看一下 进来了 按照箭头所指的方向 为中 为孝 从这边进来 这就是文昌宫 也像是四合院对称的这个结构 这边有个上字 从这边上去 到顶上啊 给大家拍一下 上来了 这上面是巨京 阳记 四周都是有环廊的 看这边是双层的一个环廊 下面挂满了红灯笼 这还有一棵参天古树 文昌宫 转完了 去其他的店 在文昌宫的另一侧 则是阳公祠和左公祠 进去看一下 进来了 先看一下中间的这座主要大殿 是越王殿 里面是越飞 京中报国 然后依次看一下 先看一下左边 就在文昌阁的旁边 是左公祠 左宗堂 气壮山河 与之对称的 这边是阳公祠 阳记胜 中肝义胆 然后沿着旁边的这个长廊 这就是甘露泉 牧泉 甘露泉正在维修当中 从这看一下泉水 里面铺满了鹅卵石 现在 继续沿着 这道门 走 下面还有一座大殿 是五猴祠 占地约 430平方米 五猴祠就是 诸葛亮 这里面 这里面一共有五座大殿 大小不一 看一下对面 这就是五猴祠的主殿 里面 有诸葛亮的雕像 紧挨着五猴祠的大殿 就是福西殿 下去看一下 从五猴祠下来之后 这里就是秦子祠 石座子 壤居子 还有福西殿 依次看一下 这就是秦子祠 门是绿的 周围的柱子环廊是红色的 没有开门 只能从旁边绕一下 看看后面的几座大殿 沿着台阶上来了 首先看到 这座大殿 是十座子祠 依次 中间最大的 是福西殿 只能在外面看看 然后这边是 壤居子祠 几座祠堂都挨着 对面就是万元阁 这是万元阁 二层上的一座云梯 这边锁门了 只能在桥上看看了 紧挨着的 还有一座圆形拱桥 就在 西长廊的旁边 从这过去 在西长廊这一段 有一座天桥 设计成圆拱形的 高度啊 差不多有 二三十米 这下面就是汇泉 我现在上桥啊 给大家拍一下 上拱桥了 这座桥啊 和北京颐和园 长廊非常的像 红色的柱子 上面的这个横栏杆啊 刷的是绿色的漆 还有花纹 拱桥的长度目测一下 差不多有七八十米长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拱桥的正中心 左手边 是山间的栈道 从这看一下 下面是一口 泉眼 再看一下我的对面 对面这下面 依然是泉眼啊 然后我手指的这个 圆形的泉眼 就是汇泉 从天桥上下去啊 再给大家拍一下 从天桥上面下来了 我现在站的位置啊 这整片区域都属于汇泉 从这给大家环视一招 看对面的天桥 跨度在七八十米左右 这是一个龙头的泉眼 在这边啊 还有一口小的圆形泉眼 下面是有金鱼的 对面还有一个亭子 从这边穿逛 到这里 五泉山上的五座泉眼 就都带大家转完了 准备前往动物园 沿着西长廊 一路走过来 这就是五泉山内 兰州市动物园的大门口 旁边是售票处 疫情期间啊 动物园处于封闭状态 所以只能再回到 广场的正中心了 沿着台阶上去 就是五泉山公园的中心广场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我沿着五泉山公园 转了整整四个小时 这个时候索道已经停运 只能是明天再做索道上山 大家看一下 中间就是孙中山的铜像 从这儿 瞻仰一下 伟人巨像 后面就是中山纪念堂 到这里 五泉山公园的所有景点 就带大家转完了 这个视频拍到这儿 结束了 结束了